赌王何鸿燊人未增寿二十年 众生姬 这种风水续命术真的存在 众生姬起源于中国古代商周时期 属于上古三大 改命续命风水 绝密阵法之一 商朝末年 江子崖在昆仑山 欲须先功得寿此法 后寿施命 下山驻舟灭咒 为救忠厚孝顺的武吉 而用此法 蒙蔽天机 逆转乾坤 驻武吉渡劫改命 后来周文王得知此事 惊为天人 遂拜江子崖为相 从此周文王如有神助 宏图大展 最终问鼎天下 取殷商而代之 成就周朝八百年天下 因此众生姬风水法阵 有助人速发富贵 催财催官 窃病强体 延长寿命 化解劫难 增淡子嗣 增至一梯 提振学业 和顺因缘等 逆转乾坤 改命强韵的神奇效果 澳门赌王何鸿燊 就曾靠生机之术 延寿十年 2009年 一个意外的跌倒 将何鸿燊送进了医院 他躺在病床上 神态疲惫而无力 医生和护士们忙碌着 尽力挽救着他的生命 然而 他的身体状况 本就岌岌可危 这次意外 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个危急时刻 何鸿燊的家人们 想起了香港著名的 风水师于智林 这是一位非常有 传奇色彩的神人 尤其擅长风水术法 逆天改命 于是请托 这位大师 为他续命增寿 大师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何鸿燊的家人 恭敬地开口 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 于智林深深地 看了他们一眼 说道 我或许可以尝试 为赌王种生机 为其严寿 之后 他收集了赌王的衣物 血液 牙齿等物体 然后 把这些物品 埋葬在广西一处 风水龙脉的所在地 以为他进行增寿 神奇的是 在这之后 何鸿燊的身体 逐渐出现了变化 他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 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87岁的高龄 并未阻止他继续书写生命中的传奇 然而 命运终究是无法违抗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0年 何鸿燊再次被疾病缠绕 这也正是于智林所预言的那十年寿命的尽头 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家人不愿承认现实 继续向外界传达着 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的信息 但在幕后 他们多次秘密地寻求于智林的帮助 希望他能再度施展神秘的力量 延续赌王的生命 但不幸的是 赌王的病情恶化得太快 再也没有时间去实施新的众生机了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于智林完成了另一位客人的奇愿 通过点七星灯 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然而 这种逆天改命的行为 并非没有代价的 尤其是在短时间内频繁失为 于智林意识到 如果不加以控制 这样的行为 将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健康与寿命 因此 当何鸿燊家人 再次求助于他时 他不得不婉拒了这个请求 而没有了风水大师的援助 他最终未能度过这一次的危机 香港人对于生机 巫术的崇拜着实不一般 单单众生机就能牵连出好几多名人 比如谢霆锋鼎包案后众生机 龚如新众生机 还有TVB前总经理陈志云众生机 所谓的众生机 其实也就是类似于 为自己做一个衣冠种 将自己的衣裤 一点血肉 牙齿什么的埋在里面 欺骗地府造成这个人 已经死了的假象 利用这种漏洞 多活一段时间 关于众生机这种秘术 在《风神演义》中有提到过 书中描述 江子牙运用这种方法 为武吉遮蔽了生人气息 造成他已经死了的假象 为其逆天改命 侨服武吉在盘膝旁 遇到还在直钩钓大鱼的江子牙 他看到这老头用直钩锤钓而大笑 江子牙不以为意 反看到武吉气色不好 断言他今日必定入城商人 而后有杀身之祸 武吉恼怒告别 而后丹柴入城 果真在城中因过失杀人 被文王判决 暂时秋后问斩 武吉回家后 述说此番经过 他母亲马上让他 起找江子牙祖师求救 江子牙看他虔诚 便为他重生机 替其改命而后收之为徒 就连善演天术的文王 也断定武吉已经畏罪自杀 遂媒追伴武吉案件 江太公之后来 几乎每个朝代 都有一些名人 有过类似的传说 比如三国诸葛亮 和明朝刘伯温七星灯续命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在武藏元病重的时候 施展了这种秘术 只不过就在诸葛亮成功在望时 却被司马懿观星象 意外得知会有星陨落 所以派人前往蜀军营帐中查看 从而造成蜀军大乱 未言误打误撞之下 闯入七星灯大阵 灯火熄灭 诸葛亮自此断绝了续命的机会 另外一个故事 是发生在明朝开国功臣 刘伯温的身上 刘伯温此人 可谓是神鬼莫测 传奇至极 他的一部烧饼歌更是能与推背图 共同尊为华夏预言书的巅峰 刘伯温也正是靠着自身的才华 驻朱元璋一统天下 打造了国作276年的大明帝国 不过在他呕心沥血的 辅佐朱元璋的过程中 觉察自己恐已到了油镜灯窟之时 但大业还未成功 只能试试用七星灯的秘术 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结果竟然意外续命成功 真的多活了十几年之久 不光为朱元璋打下江山 后面还为他斩尽天下龙脉 为什么同样是借助七星灯续命 诸葛亮尽管竭尽全力 却未能成功 而刘伯温却实现了逆天的突破呢 难道真的可以说 刘伯温胜过诸葛亮 实际上 这两位人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诸葛亮所面对的情境 是与刘伯温迥然不同的 这是造成两者结果不同的关键 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已进入颓势 各种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稳定 从趋势上来说是下行的 它是真正的逆天改命 要改变大势所趋 而到了刘伯温时期 大明王朝正如出生的太阳冉冉升起 正是国运昌龙鼎盛的时候 所以刘伯温算是顺势而为 虽然这两个故事 神话传说的成分很高 但足以说明 生机之术流传久远 生机早期只是一种乌柱文化 或者说是一种祈福方式 用生机可祈求五福 长寿 富贵 康宁 好德 善终 祈福的生机就是图个好兆头 很多都是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甚至可以想象逢年过节 大伙带个神牌走亲访友 倒也不是不可能 这一阶段的生机 还只是类似于古代百姓 为纪念父母观而修生词 当然 生机赋以道教玄学和风水秘书 就完全是两马子世了 现在所谓的众生机 核心也在于生机二字 生机是生命之意 机是根机 如同洋宅地机 生机之机是木机 也就是气运之根机 众生机有很多神效 如催观运 学习运 开启灵智 招财进路 造子嗣 往医院等 而众生机最神奇的能力 还是保命 增瘦的效力 让人逃脱生死轮回 强行续命 一般是续命遗迹 即十二年 特殊情况则因人而异 但一生只能重一次 到了这种程度 我们就不叫改运了 而叫逆天改命 因此 众生机也被称作片岩望 众生机的操作方法 很容易理解 就是把活人当作死人来处理 选一个风水龙穴 给活人立碑造墓 墓里面葬的不是活人 而是一些能取代当事人的物品 什么东西能代替活人下葬 瞒天过海 当然是与当事人有重要关系的 能替代其五行属性的东西 以牙齿为金 毛发指甲为木 口水 汗叶 精叶等为水 血为火 五谷与内衣 或常穿戴的衣物为土 配合当事人的姓名 生辰八字及住址 一起放入生机坛中下葬 有些生机还会加入五色土 玉冠 水晶球 符咒之类 具体地看风水师怎么施展 现在看来 这一套下来 貌似成本很小 毛发 指甲 衣物微不足道 鞋只要忍痛 也能搞出来 口水 汗水 精叶嘛 运动运动都会有的 反正都不怎么费力 但传统观点中 却不是一马子式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听起来像是宣传儒家孝道 但如果你这样理解 那只能说明 你的层次还比较浅 道教认为 人是三魂七魄组成 繁发 爪 血及衣服 八字 姓名等 都是带有主人精魄的 哪一样都不能随便缺失 古代观咒贵族对这些更是惜之如命 一 龙穴生姬术 适用于生者 也就是活人 龙穴姬生是利用了阳堪公渔术 借助地脉龙器 堪于法之天器 道家密传之法术 来达到消灾解恶 炎毅年寿 成就观摧桂 畅旺事业 续命严寿 因何缘和 子嗣昌盛 避灾解恶 招财助运等墓地 如同仙人的阴宅地契 可福音后世子孙 生姬则以当世人的体悟DNA 及地脉灵气 来补强当世者之运势 二 阳宅姬生姬 适用生者 也就是活人 所谓阳宅生姬 是有在声望龙器的 家宅 道观 法坛等场合 用阳宫开余术 与道法术综合方法 做的一种生姬 藏魂重生姬比是较高级的藏魂法 采用魂梦 做法后 把侍主头发和指甲 和各类相关法物 加上藏魂符 一起置放入问魂 存放在法坛或道坛 或者埋入风水绝佳的福地 保护好福主的元神 达到化煞和消灾解恶的作用 三 衣冠种改运术 对应适者 由于生者死者的遗体 无法找到 比如远航船员水手 深井矿工 迷失丢失 大爆炸等高危职业者 经常发生 找不到人或遗者体等情况 那么用死者或生者的衣冠等物品 来带机替阴灶墓做生机情等矿 简称为衣冠种 三 众生机的作用 众生机主要用于祈福 众生机已弥补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的不足 因为种种原因 不可能阴宅风水有某些问题就迁坟 阳宅也是一样 现在寸土成金 辛苦了一辈子买的的房子 不可能不急就卖掉 除了调理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以外 最见效的就是众生机 一个人的起点高低 荣华富贵 关键是看阴宅风水 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的比重 一般是80比20 可见阴宅风水的重要性 生机风水是阴宅风水的一种 生机首先庇护的是种下生机的本人 如果你现在正事业不顺 婚姻不合 财运不畅 疾病缠身 儿子学习成绩下降等等 那么你就需要种下生机改运 如果你现在需要事业更上一层楼 婚姻更和谐甜蜜 那么你也需要种生机 增加疾运 种生机为何可以增强人的运势呢 从环境学来说 大自然地理环境 对人生命运本就有着极大的影响 而种生机是找到适合的环境 埋下生者或者适者的隐私相关信息物件 通过山川河流 大自然地理环境的磁场 来滋养原主的能量场 以达到改变人生命运的目的 进而使家庭更加幸福如意吉祥 基本是运用牙齿风水 头发风水 指甲风水等 综合一起完成的众生机之法 众生机首先必须是要心地良善 得后之人 孝顺父母 据善心 慈悲心 心诚而明理 天光下在 地得上林 生机也是对人福德的考验 有福德者 可轻易寻得 天地日月山川灵气所具之地 福德微博者 那怕走遍明山明水也枉然 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